哈喽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刺激的悬疑电影《莫莉排局》,对于24岁前的莫莉而言,她绝对想不到自己以后的人生会变得如此精彩和起伏。 在此之前,莫莉以3.9分的优秀成绩获得了名牌大学的学士学位,还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继续深造。 与此同时,她还是全美排名第三的特技滑雪运动员,但在一次比赛中,滑行中的莫莉被一根松枝半岛身受重伤,滑雪运动生涯也宣告结束。 她不知道的是,这根松枝改变的不只是她滑板的轨迹,更是她人生的方向。 伤后的这一年,莫莉为了走出运动生涯失败的阴影,决定办理休学一年,到洛杉矶休养。 莫莉给自己找了一个酒吧服务员的工作。 一次机缘巧合,莫莉进入了一场私人排局。 在这场排局里,莫莉第一次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灰烬如土,排局上的人非富即贵, 即有好莱坞明星,也有当红摇滚歌手,甚至还包括当局政要。 莫莉作为服务员,开始听从老板安排,组织排局,一晚上能拿到3000美元小费,比她当服务生一个月的工资还高。 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快钱世界,莫莉萌生了兴趣,私下里开始学习排局的知识。 好景不长,带她入局的老板因为排运不济,把气撒在了莫莉身上,把她解雇了。 乍一看是厄运,但对聪慧过人,胆大心细的莫莉来说,却是全新的开始。 因为此时的莫莉已经掌握了排局的全部运作手段,莫莉开始谋划自己的莫莉排局。 她租下了四季酒店的豪华套房,购置了高级的红酒和雪茄,并请来了美女调酒师,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了艳心装扮。 她打造了一个比之前工作的地方更高级的排局,通过玩家X的帮助,莫莉很快就把旧老板的客户全部挖了过来,正式开启了她在洛杉矶长达6年的扑克女王人生。 因为莫莉的美貌和高情商,总有排桌上的男人对她心动,但是莫莉却从未迷失在这些纸醉机迷中。 她杜绝和客户发生任何关系,为的是保证排桌上的公正,但是她的这种经营理念和玩家X却大相径庭。 两人为此发生了争执,莫莉再次被踢出局,再次失忆的莫莉并没有放弃。 她带着全部家当飞往纽约,通过三位社交民员顺利攒了一个入门价高达25万美金的顶级排局,并且一战成名。 从此,能够进入莫莉的排局,成为纽约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。 但是树大招风,莫莉的成功引来了俄罗斯黑手党的注意,面对黑手党想要入伙的要求。 莫莉断然拒绝,她也因此遭到黑手党的打击,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。 两年后,警方也开始怀疑她参与黑手党的洗钱,面对律师要求,她交出客户的信息以自证清白,莫莉断然拒绝了。 因为客户的秘密对于她来说是排局的最底线,她觉得自己有义务替他们保守这些秘密,她说,我拥有的,只剩下我的名誉了。 因此,当最后由出版商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为她写传记,她也只是抖出了已经被其他事件爆料出来的莱奥纳多等少数人。 对于很多人而言,赌博是一件违法乱纪的事,尤其是操纵赌局的人,更是十恶不赦。 但是莫莉却是一个另类,她确实干着堕落的职业,但是在她眼中,这份职业是庄严的,她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她严格地捍卫着这条底线,甚至不惜去坐牢。 在莫莉拒绝律师要求的那一刻,她人性的光辉早就盖过了事业的不光彩,或许正是这种人性魅力,才能让她一次一次从失败中重获生机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剧情紧张紧凑,看了让人感到一声中气。